又是唱又是跳 古巴彩虹群体星期六以轻松方式迎来历史性的一天 这一天是古巴的反恐同日 也就是同治游行的第十周年 向来积极捍卫彩虹群体权益的总统千金玛丽拉卡斯特罗 以全国性交易中心总监身份 参与在首都哈瓦那举行的大规模游行 部分人更现场要求古巴政府搭上合法化同治婚姻的列车 其实玛丽拉卡斯特罗已经在议会提成 扩大彩虹群体权益的草案 不过目前还没进入辩论阶段 古巴彩虹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走上街头 不过在委内瑞拉当地人为了下一代的将来 持续一个半月上街示威抗议 首都卡拉卡斯街头已经连续多个星期 笼罩在催泪弹的农屋当中 久久不得安宁 示威者上街要求总统马杜罗下台 由于情况失控 警方在过程中乘坐摩托车 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 现场一片混乱 根据统计 持续了六个星期的示威活动 共有40人横施街头 委内瑞拉社会持续民不聊生